詞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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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想攝影在這個年代 他已經不只是一門險局 他是大概是很多的 有自常生活的一部分 可能你認真想一下 搞不好你可以拍照 也修掉你寫的詞還不夠 這是這個時代很特殊的一個文化現象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要請到 謝山泰老師跟他四位主持 然後先簡單介紹他們 那生態遊戲應該大家就很熟了 不熟的人 手機也要先Google一下謝山泰 他早期從1987自立晚報的記者開始 一直到現在是明報的走開台灣的專欄 謝老師他長期能力繼續攝影文明 如果說對攝影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對謝老師幾個系列都會 應該都有印象很深刻 然後Baggo這個勞動者的出列 這些勞動者的肖像 或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拍那個 我的志願 那也是一個非常震撼力很強的一系列的影像 謝老師在台灣攝影史上的地位 真的就不需要我多介紹 等一下讓老師自己臭屁就好 然後老師的四位學生 是素人攝影 今天的組合非常有趣 非常資深專業的攝影家 跟斯文的素人攝影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服從 那王立廷是 那你是服務業 那能不能簡單跟大家說 是什麼行業的服務業 可能大家 可能那個 我可能沒想到的 我的職業是 居家 清潔 服務員 那你怎麼開始會對攝影感到興趣呢 其實是很 從小就很喜歡拍 就拍 都拍拍戲 拍拍這樣子 那剛開始可能不是 就是不知道怎麼拍 也不知道怎麼抓角度 就不知道拍那拍那 然後 是在拍的時候 是有一點感覺 比如說 就是 就是 拍到一些 一些 有時候是很特殊的景物 或是真的嗎 有時候 有感覺 那 我是很慶幸說 我自己沒有變成那種 去踐踏人家農田的那種大炮豬 好 謝謝 謝謝 那第二位是 林 林明明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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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 陳老師 陳紅柳將官 大家好 我是一位 退休的老師 那 就在 海老橋 其實 對攝影 在學生時代 大概就有 一些興趣 那 只是說 拉拉撒拉亂拍 跟剛剛那位同學一樣 然後 欸 退休以後 也是背著相機 曾經參加那種 所謂的正面外拍團 不是看那個擺頭髮的老頭子 那邊 其實是沒有目標的那一種 那也 也 也參加過那種攝影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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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約要吃的 然後 那個 追著那個太陽 推著戲 可是總覺得 還出來 就像我們攝影場講的 斜景 第一個階段 媽媽媽媽媽 我又 第一次讓我自己 震撼到的是 上次不是有吃 那個戰免跳躍的 血液嗎 我也是背著我那個香菱 然後 看到那個 有一個鐵龍子 有一個女生在那裡 蹲在地上那裡哭 然後有學生 後來就圍了一個蠟燭 然後點他走 拍到那個 那個角度 覺得 計時攝影其實是 很值得去 繼續去追尋的東西 所以 那時候已經接觸到 謝老師第一期了 那 對於計時攝影這一塊 其實是完全真的是 以前是沒有接觸過 以前都是沙龍方面的 追求賢己、賢美 那現在才慢慢到 所謂的老師要求的 針對 這個境界 那 這一次參加這個班 老師教了很多 然後 幻華這個地方 我其實 因為我住板橋 常常進行出出 每次會經過 我那時候印象對是 301的車子 會經過那個 滑江社群 跟我以前練士大的時候 的那個 中華商場 非常非常的類似 就是那種 二樓有那個 回廊 然後中華商場 被拆掉後 你會發現說 那些東西 現在可以找影像 好像不太容易 所以那時候 謝老師一說 要這個 我第一個就想到 欸 那個地方 每天310經過 是不是應該保存下來 然後要多拍一些 然後就藉著這個 這個機會 就把 主題就定在 旺華那個區塊 後來發現說 原來旺華這個地方 雖然我不是旺華的 後來發現說 旺華還有好多好多地方 後來習慣 騎冷摩車 從荒橋過來 或是從華江橋過來 發現說 旺華大街小巷 太多太多 剪載的東西可以拍了 所以我想這一次 只是一個開始 以後可能會繼續下去 謝謝 謝謝 那第三位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佳慧 可是剛剛很多親吻 歡迎 我的工作 其實我之前是 跑美食的文字記者 對 那我可能就是很會拍那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食物 然後一直到接觸 三太老師之後 就是我覺得三太老師 在課堂上面講的 一句話有印象很深刻 就是攝影 大家都覺得學攝影 是不是要 器材很重要 是不是要拿很專業的相機 可是老師跟我們說 其實拍照 重要的是 相機背後的那顆腦袋 謝謝 然後第四位 攀款 那個字 看得到嗎 那個字變款 款項款的字 我從事進口貿易 我們進口機器 那也在法院 一部分在法院服務 我學攝影學了幾年 那一職的老師都是 故事記者出社的吧 所以變成說 我換出的主題大概都是人 都是大概就是技術攝影 那對景 就像光臣老師說的 景 我不會拍 我真的就不會拍 所以我對人 因為攝影我覺得這幾年 改變我的生活太多 我的鋁紋方式 所以我覺得跟 跟人的接觸多了 所以我覺得 學攝影 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影業 因為以前 另外一個老師說的 他是說 學攝影其實可以多看電影 因為電影沒有場景 那後來又接觸文學 因為我覺得 很多時候 也就是為了哲學 很多時候 當你要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 其實你腦袋裡面轉很快 你要接觸怎樣的畫面 其實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那一剎那 就是我對攝影 所以大家有機會 剛剛聽到 是一個是對攝影有興趣的人 一個是對漢華有興趣的人 那我們這剎都在萬華轉來轉去 希望我們都提供給大家這些想法 謝謝 那 接下來 就我們等一下欣賞他們的作品之前 我想有幾個問題 我想先丟出來 然後請教 三太老師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 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想從二十世紀末開始 數位影像都開始非常發達 風波發達到現在 我想數位攝影到現在 已經是一個 某種東西上我們可以說是帶來的 那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整個 數位影像的發展 那到底是一種 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一種 影像藝術的這種中俗化 或者是藝術的解放 然後大眾文化的情形 到底這件事情 我會很好奇像 三太老師從傳統攝影到現代 這種數位攝影 他怎麼看待這個轉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每個人手邊都有相機 每個人都在拍照 那到底什麼樣的拍的作品 我們可以稱為 什麼樣的一個相片 我們可以稱為作品 那到底為什麼 有一些人一樣是非專業者 有些人拍的 我們可以稱為他是一個 素人的攝影動作者 那他的相片我們覺得是不一樣的 那個差異到底在哪邊 我想從這個 下一個問題開始 然後請三太老師 可以講一些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做 接下來的時間 教別問問 教別問問 喂 我今天有事故破 那個 其實 談到攝影 剛剛我的同學 對你講的 他們整個拍照的過程 你講很多 其實我一開始 我要給他們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只要你有食指 你就可以按快門 只要你會按快門 就可以拍照 所以通常他們來上我的課之後 譬如說 陳老師曾經已經修過很多很多人的課程 結果又來我這裡修課了 真的是修課 就是說 他變得不太 不曉得怎麼按快門 那我想說 其實就是把所有 所有混雜的 混雜的一些技術問題 把它完全 把它抹平 也就是說 你只要會按快門 就會拍照 我不覺得就是說 你一定要用 很好很好的相機 或許我覺得 數位相 所謂現在的數位相機 或者是 所謂的手機相機 都可以成為一張好照片的力氣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大概在幾年前 明古屋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明古屋 華安空彈事件 那個照片 世界的所有新聞的頭版頭 就是用手機拍攝 就是用手機拍攝 那我為什麼要取這個意思 就是說 其實從 從底變時代 我們從底變時代 一直到現在的所謂數位時代 也就 我拿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可能很多很多很多朋友 沒有用過手搖式的那個 接聽電話 或者是波鍵 或者是按鍵 有可能直接到手機時代 那我們走過這一段 我們就很清楚 就是我們如何去珍惜 所有每一張產生出來的照片 所以我們縱使進入到整個數位時代 我們還是在按快門的同時 會思考這張照片怎麼產生 產生出來 它有多少的一些意義跟產值 我不是在講商業型 其實各位知道嗎 以前 以前 一個記者 身上要揹最起碼兩台相機 最起碼要有兩個到三個規格的體驗 因為需要不同的場合 產生不同的照片 譬如說黑白時代 我們必須要有四百度 三千兩百度 或者是說最好感度越低 當然是越好 大家都知道 那整個去裝點底片 底片總共只有三十六張 所以你到第三十四張三十五張的時候 你如果接下來有大事件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馬上卸下一片 裝一點新的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過程中 希望在整個新聞事件 不需要被漏失掉 那到後來 我們現在所謂的數位相機 就是 4G 8G 16G 好像一輩子都拍過 我說進入這個時代 剛生又跟我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 數位相機所產生出來的照片 跟傳統體面產生出來的照片 是有沒有它的藝術價值 是嗎 這樣數位影像氾濫 這個到底是藝術的中文化 還是大眾文化的形象 好 那我會簡單這麼說 就是說 其實 當這個數位年代的來臨之後 所有 想要成為一個攝影家 或一個攝影工作者 或者是一個 所謂的公民記者或新聞記者 他的門檻已經降到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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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到不行 所以只要會拍照 你敢秀 你就很容易就變成是一個攝影家 變成是一個某種的達人 但是 我覺得 這種達人 這種攝影家 其實只是 好像是 好像是昙花一現 為什麼 這個 我發現這個是很嚴肅的 很嚴肅的意義 為什麼 那 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不管是用底片產生出來的照片 還是用數位產生出來的照片 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創作型的 那創作型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創作型 如果你是一個所謂報導 報導 報導 攝影工作者 或是新聞攝影工作者 你產生出來的照片 其實就是影像 影像就是要傳遞信息 那你要傳遞信息 內容就是要有一些溫度 內容就是要有一些故事性 內容就是要有一些新聞性 內容就是要有一些細細性 等等 那 我常講就是說 今天的照片 將成為明天的歷史 那我就不會去考慮到說 它是用底片產生出來的 還是用數位產生出來的 總之 產生出來的影像 它就是一個 帶來一個歷史性 所以現在的照片 現在的照片 就變成了一個歷史 也就是現在 就即將變成了過去史 那 我們當務記者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對記者 一個記者的工作 其實某種程度 是一種巫女 叫巫女王 我們就會說 你哪一個政治人物 我今天就是要讓你好看 這句話有點含義 你 我覺得你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政治家 我要幫你拍得很好看 你是一個政客人 我就要讓你好看 其實這兩個意義 就是完全不同 所以 整個就 不管是數位 或者是底片時代 不管是未來 眼睛砸一下 就有照片 就有可能 你可能戴個眼鏡砸一下 就會成真照片 或許就是說 現在記者 應該滿接受的記者 未來如果蘋果書報 或像一周刊 他們只要在上面 帶個行車記錄器 在整個台 整個大街小廂跑 就可以 報社主管 就可以在他的編輯台上 看到哪個畫面 想要崛起 就崛起 想要崛起之後 就立即傳播 這 再一個 這種東西我不曉得 就是說 到底他有沒有藝術價值 這個我不敢去做任何評判 但是 我會很認真地去思考 就是說 你這張照片 有沒有達到 你想要傳遞的效果 所以我在課程上 我就是跟他分享這個問題 那至於 還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腦袋過來有點健忘 那什麼樣的照片 你這樣會成為作品 聊中你再幫你挑這些照片 什麼照片 可以 稱之為作品 這個其實每人見人見智 拍照就是自己喜歡就好 那什麼 什麼才是作品 掛在牆壁上就是作品 你不要想太遺照 真的喔 我覺得你 那張遺照 其實你可能 剛開始親人過世 你會覺得很 就是 會很痛苦 但是在那個遺照裡頭 你可以思考到 聯想到 他背後 曾經給你 可以走過的 這一段的一些 辛酸歷程 所以那個也是特別 因為 那張照片 只是一個簡單的人像 但是他背後 隱藏了一些 你感受不到 就其他人感受不到的一些影像效果 也就是說 你今天要把它變成是一張可以 可以 一張好作品 你就把你的照片洗出來 放在你家牆壁 三個月沒有拿下來 四個月沒有拿下來 一年沒有拿下來 或許他就是一張很好的作品 因為你捨不得拿下來 如果 你覺得 啊 那塊巧屁就是剛好的定格當場 啊 現在會 他就放在那裡 那又可能是 普通 我不知道 那我想 我簡單的說到這裡 然後我希望 應該是由我 這幾個可愛的朋友們 來共同 分享 他們拍攝的過程 那首先我 我跟各位 就報告就說 我為什麼要開這個課 其實我是從 從 智力廣暴 一九 剛生又有提過 一九八七年 我進智力廣暴 進智力廣暴之前 我就是熱愛攝影 那 我當然熱愛攝影 當時 當時 要進入 進入媒體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尤其是在戒嚴前 就是一個蘿蔔 一個坑 他必須要有一些生家調查 這一個大案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 或許 我家比較貧困 所以 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 我只好去開計程車 就是 為了 為了 為了找一些我想要的畫面 所以 變成是人間長職的特約 那 夠老了 然後 一九八七 進入智力 然後 前前後後 在智力 三進三出 就是 遲了三次 又被抓回去了三次 然後 三進三出之後 我發現 我去過的任何一家媒體 到現在 沒有一家存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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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 如果你們覺得說 哪一家媒體 需要倒 或者讓他倒 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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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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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勁爆 也就是 叫傳訓 各位知道嗎 也 也忘記了 其實 我也有待過 他有改名字 所以他沒打 所以 也就是 那樣子 我離開了之後 我覺得 那時候 整個台灣 開始 因為 有一些大膽西進 那 有些 有些 整個傳統產業 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 那時候 整個台灣勞工 勞工運動 特別崩潰 那時候 台北縣是 蘇貞昌 他說 是不是要到 海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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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一個所謂的 即時攝影 那 就是有關於 紀錄 勞工的 勞工的一些 在那個職場上 或者是說 勞工的運動裡頭 去紀錄一些照片 我說 好 我就去 我就去交 然後 我沒想到去那裡交 人有相機的 那時候也是底片師範 人啊相機的 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 要不然就是老闆 所以我 我根本就是沒辦法去 教這些老闆的 怎麼去紀錄勞工 所以我只能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好好對待勞工 後來我就離開了 我就 因為那個 淡水色大 找我去 剛好今天有淡水色大的同學 找我去就說 要不要 幫忙 做一個淡水 計時的 看見淡水的 一本書的計畫 我就跑 我有興趣 這樣我就去 去 我總共交了十年喔 前後十年喔 因為我前後一年 跟最後一年 總共十年 我第一年去交 就產生一些種子 種子協業 然後開始記錄淡水 到第十年的時候我去收割 然後就編成一本書 然後 在今年 又產生了 跟收穿色大 產生了一本書 所以我到萬華 我的目的也是說 希望透過相機 去跟你的社群對話 跟你的文化對話 跟你的土地對話 這就是我對相機的 一個所謂的定義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講得太嚴重了 開勝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請 老師的四位學生 開始看他們的作品 然後 再講一下 不好意思 要看照片嗎 這是我學攝影之後 因為我家要住 這是第一張 這是龍山的四 我拍龍山的四 我開始學攝影之後 因為我家住板橋 然後離一間站滿近的 所以我大概比較常去的地方 就是龍山的四 所以我去拍龍山的四 那我對建築 不是那麼在行 也對那些戲劇沒那麼興趣 所以我還是投射在人的身上 所以待會兒你就 你又繼續放了 好不好 放過之後再來看 龍山寺本身我覺得它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遊客很多 那它的遊客 給我感覺就是 比較國際化 好像 日本 香港 歐美都 還有就是 它的鄉客 這是我在樓上展的那組照片 我們組合起來 我整個 這個系列的 我先停在這一張 老師我用彩色可以吧 我整個拍攝 其實我是從這張去發想的 我前陣子來拍 然後就拍一拍 就坐在石階上休息 然後我看到一個辣妹 其實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我對龍山寺那邊的相剋的年紀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年輕的族群很多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現在年輕人會 會這麼樣投射在宗教上 然後藉由宗教幫他們做選擇 這是我類似現在這個社會 有點不解的地方 我看到好多好虔誠 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去廟裡的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但是我在龍山寺看到的不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年輕的出去 就去拐杯 真的拐杯抽奸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的命運 你的生活 你要交給一個不知 不知道是怎樣的力量 來幫你決定 你自己沒辦法做決定 然後呢 當你成功了的時候 你說是偶然 當你失敗的時候呢 你可以怪別人 就可以不用貴自己的故事了 這是我對拍了幾次之後 然後我很不解了 我真的 也許正在座這麼多年輕的人 你們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自己或者你們同學 你們去廟裡面 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說今天我 你們都衡量過了 我在幾個選擇之中 我覺得 欸 有兩個選擇 是我覺得差不多 我仔細思考過了 我覺得欸 那我丟筒板 這樣來選擇 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說 你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要重複重複 然後你就去抽籤 這個 不知道啊 這是我在龍山寺裡面 感覺到比較 我自己覺得蠻迷惑的 但是 後面也有那邊 遊客很多 然後我也覺得那個 有很多人在那邊念經 那念經的人 常常也很分心的 看遊客 但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忙回去 然後他們在宋經 有很多遊客很多相客 可是那個氛圍 又讓我覺得很感動 就整個是那個 一群人同時 生活經的事 所以我自己 奔對龍三思 也蠻困惑的 那也許有幾個現象 你們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討論 看看現在的社會 為什麼年輕人 好妙跑得這麼齊 我會講到這裡吧 我也喜歡這張照片 妳剛剛只說了 不是這一張 是剛剛那一張 這一張 嗯 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是一個很 拍照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很瞬間的 我個人 就是 在那蹲下那一剎那 那我去選擇 我做了 把他 上半身 去掉的選擇 好 反正那當下就是那一瞬間做了這樣 就這麼一張照片 因為來不及了 就這麼一張 所以 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就這樣 我可以說明一下 我從來沒有給我的學生 壓力 也沒有任何我加入我個人的主觀意識 而是說 希望透過他們自己的生活歷練 然後用他們的方式 去產生一組照片 產生照片 我雖然有點小小的建議 但是我不是 很執著於 用我的想法去產生那種照片出來 我想這一點是可錯公平 謝謝 大家好 那個 我這次拍攝的主題是 萬華的山水街市場 大家知道嗎 這裡有很多萬華的朋友 那你們有逛過山水街市場嗎 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 那所以等一下在照片裡面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臉孔 好那我們就 往下看 我拍的這組照片 其實有蠻多 大概一半以上的照片 都是我用手機拍的 對 然後 其實我會用 就是我會用市場 作為我拍攝的主題 一方面呢 其實是因為 我每次去上課 那老師的課 是禮拜六的早上十點 到中午十二點 所以呢 我其實第一次走進這個市場 是我上完課以後 覺得肚子餓了要去找吃的 所以我就 我就走進這個市場 開始去找吃的 所以我第一次走進這個市場 我那時候沒有被相機 就用我的手機去記錄 這些 這些 拍照 然後呢 接著慢慢的 慢慢覺得就是 我有可能是 在每次上課的時候 就是在上課前 我就一大早 去菜市場拍照 那 我其實不是 猛假人 然後我跟 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有個住戲子的 其實我是住戲子 然後每個禮拜六 我就會搭火車去往下上課 然後 其實會選擇市場 也是因為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陪阿公阿嬤在市場做生意 然後 你會覺得市場 是一個很 不管可以有人行為的地方 然後 旁邊這個是我的姑姑 這是我們兩個的旅行 就常常會從市場開始 比如說我們兩個 去嘉義圖子 然後我們兩個 就在那裡混一天 就只有在嘉義的第一市場 跟第二市場裡面 混來混去 然後打個相機拍照 然後 比如說我們兩個 去斯里亞塔 人家 就是我們兩個 就是去看那邊的 批發市場 香蕭市場 對 就是可能因為 我們家的人非常愛吃 所以 市場對我們來說 有非常大的連結 然後我也會覺得 其實市場是 你認識一個地方 很直接的地方 對 這個地方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其實這個季節 市場裡面有什麼蔬菜 有什麼水果 是這個當季的 其實你走一趟市場 就可以很深刻的感覺到 好 那 下一張謝謝 所以呢 我這次拍攝主題 就是由三水街 出發 好 那 下一張謝謝 那下面就是我拍攝的照片 對 然後 這個阿伯很可愛 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 一開始拍的時候 我就是 我在拍這組照片的時候 其實 一開始你要慢慢的 跟他們接力默契 你會 我會問他們說 請問我可以拍你嗎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攝影者 對被攝者的一個尊重 所以我通常會真的 他們的同意說 我可以拍你的照片 然後 我會跟他們聊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 覺得走了三水街之後 我覺得這個三水街 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他裡面 嗯 超過80歲 然後還在賣菜的 阿公阿嬤 嗯 至少 我問到的 大概就有 五六位 這樣的阿公阿嬤 然後他們的第二代 也開始接手 所以 當我開始 去一一的去問 然後他們告訴我 我會問他們說 請問 這條街上面 超過50年的攝子 有多少 然後他們就很可愛的跟我說 啊 隔壁去打也是 阿公我都有去打喔 都有去打喔 所以賣什麼東西 也是 它有50年60年的歷史 然後後來我因為拍這組照片 我上網去查資料 才知道說 喔原來三水街市場 它其實是 就是 嗯 就是歷史一個 從日劇時代 就一個下來 然後是一個歷史很久的市場 然後這個 這個伯伯也是 他很可愛 就是 當我跟他說 我想要拍 就是三水街裡面 超過50年的市場的時候 然後我說 我可以拍你一組照片嗎 他就擺了一個 非常很有自信的照片 就是一個知識這樣子 然後在他的攤子前面 好 那謝謝下一張 對 然後這個是入口那個賣土雞的 對 因為有人是公民 就是 我去 我去市場拍照的時候 就會順便買 都買新的 然後有時候 帶到 當課的時候跟同學分享的 好 那下一張 謝謝 後面就是 然後這個阿嬤也是 他說 他十幾歲的時候 就嫁給阿公 然後就在這個市場 開始做生意 然後這個是賣豬肉的阿姨 對 對 然後他們兩夫妻也是 他們是賣阿鮮 然後這個是比較靠近那個 王甲公園 有一個賣雜貨的阿姨 然後這個阿嬤很可愛 就是我跟他說 阿嬤你這 開多久了 你有超過50年嗎 我說 有啊你怎麼知道 我說 我看你的年紀 你是在 自小年就在這裡賣 他說 欸你對 然後我說 好 然後 就是我就拍他 跟客人互動的這個過程 下一張 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這裡 這條街上很有名吧 就是 阿婆有犯 大家應該都 就是如果出萬華的人 應該都知道 對 然後他 現在其實應該是 他的兒子 跟他的媳婦 第二代接手 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一個 雜貨攤的阿姨 他行動不是很方便 然後他其實也是第二代接手 然後在我第三次去拍這條街的時候 他的媽媽出現 他媽媽很可愛 媽媽已經是一個快80幾歲 然後白髮蒼蒼的阿姨 然後他因為身體沒有很好 所以是就是有那個 外籍的照顧者 每天早上 可能就是有空的時候 他們要去市場買餐 就會順便把那個阿嬤 推到這個攤子旁邊 然後我去拍的時候 隔壁的攤子都跟我說 哇小姐 你去公布 這是我們這條街的公布 對 他在這邊很久了 超過就是很久的list 然後現在是他的女人 接手在做生意 下一張謝謝 然後這個其實 這個阿姨也是 他也是傳承就是媽媽 媽媽也是80幾歲 然後也是在這個 這條街上賣很久很久的蔬菜 然後這個是魚碗店 他應該也是在那條街上 就是還蠻有名氣的 一家店這樣子 生意很好 下一張謝謝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阿姨也是80多歲 然後他賣的是 他賣爸打開賣一些櫃 他自己做的櫃 然後他現在也是他女兒 都會回來幫他 下一張謝謝 好那這個是我這一次展出的作品 然後最後 對然後最後就是 其實我在拍攝過程裡面 有看到很多 兩代之間的接力 然後還有看到他們 就是有自信的那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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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幾次攝影 其實參加這個班以前很好 剛剛老師也介紹過我們 參加過一些其他攝影班 都比較屬於那種沙龍式的攝影 所以腦機裡面就比較想到說 光影然後美感 後來被謝老師 調教過 腦機慢慢轉過來 所以我還記得 這是第二期 第一期我去上謝老師 這是第一堂課 我就把那種最好的狀態 那時候買個D8 還分給6000相機 攝影 老師說 欸我很厲害喔 結果 沒有人多久 應該現在才記得 我就改成買 買那台 小DC而已 大概很多都買 所以我後來出門以後呢 其實那一套相機 現在才聽不到 我現在抱抱 你剛才放著我那個小DC 我發現出來這個所謂的計時攝影 不需要很 很好的器材 我只要一個小相機拿起來隨時可以拍 所以 從我自己的設備方面 攝帶方面 慢慢慢慢慢慢 甚至我上次去旅行 跟我太太去營臺的時候 我忘了帶相機 欸可是我還有一個那個小米機 我拍了好多回來 發現也蠻棒的 所以其實 這個自己的那個心態的調整 還有器材的調整 應該就是 對計時攝影來講 應該是沒有什麼差異性 好 各位看其實這個時候 我總共這個地方是我拍 萬華那個華江社區 就是 欸 有一條路叫 黑明細路 跟那個環河南路交叉 好巧那個地方這樣 化成四塊有四個里 那我那四個里就一直一直賺 然後我今天拍的順序就從 我一開始拍 大家可以看到影子 還有帶一點點那種沙頭那種掉掉 不然慢慢慢慢慢慢就回到 所謂真正要開始 紀錄那個 萬華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然後第一張拍就是這一張 然後那時候還想到就是說 欸我要在一個光明的地方啊 然後把那個人 用黑那個接引的方式 慢慢表現 然後其實這樣的紀錄方式 還是帶一點那種味道 好下一張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真正在那個地方 欸 去接觸到了所謂裡面的那個居民 然後呢開始用其他角度 慢慢去描述他們的生活方式 好下一張 那這個呢 到另外一個角度 從 它那個地方華江社區很特殊 二樓三樓是回廊 你可以從上面高角度去表現 所以其實啊 前面這一些喔 還是 還是在寫當初 當地的一些景影 然後這一張就我自己最喜歡的 這一段影片最喜歡的一張 就是我在拍的過程當中 就看到這位 這位老先生 他真的是 很建議的在做復健 他一個人沒有他的子女 他一個人就扶著他這個 用很慢很慢的步伐 在走道上面 在那邊慢慢推 慢慢走 其實觀眾說很不敢拍它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拍 我曾經也接拍過 可是接拍大家應該 如果有在拍照都知道 喜歡用翻轉螢幕 為什麼要喜歡用翻轉螢幕 大家心裡有數 就這樣偷拍的方式對不對 我還曾經被人家丟過那個鞋子 可是我拍他的時候 我就試探機能不要用翻轉螢幕偷拍 我就真正面對他的前面 並沒有說我可不可以拍你 我就在他前面拍上去 結果他沒有反對 還給我稍微微笑一下 我說這個可以拍沒有關係 不會反對 那我就一路一直跟著他這樣 然後他這樣整回 然後繞一圈 正好回到他家 我記得是 將近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就一起來 就跟他拍好多張 他取了其中幾張 所以真正從接觸到了計時攝影以後 自己的態度上也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以前從街拍 從那個長鏡頭 躲得遠遠的 用那個ROOP這樣慢慢偷拍掉進來 因為怕了怕了怕了 怕就知道了 然後後來改成 鏡頭呢稍微這個 短一點廣角鏡比較有張力 可是呢用翻轉螢幕鏡頭拍 然後現在已經變成 可以很大膽的 就在面前這樣拍 然後呢我後來又慢慢又改了 到後面就可以看到了 那請下一張 那這是拍當初那個地方的那個景 請下一張 那結果我就跟著這個阿伯啊 一直跟著他 其實這剛剛已經刪掉好多張了 然後因為當地 那個華像社區拍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吊的那個 就在那個地方曬他那個衣服 當然拍這個也有點緊張啦 他有一些女 也是掛一些女生比較私密的東西 我不敢亂拍 怕被人家當成怪叔叔啊 所以還好有這個阿伯在那邊 好請下一張 然後這個也是在 那個角落 就是他這個地方 原來以前沒有就是高架橋 後來高架橋以後這地方變成 我是不懂風水啊 總覺得那邊有一種被壓抑被壓破的感覺 就是滑江橋那個 很高很高這樣子 拍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你看我剛剛就提到說 我以前在街拍或什麼 拍攝這種人的時候呢 會有點膽子小小的 用偷拍方式 那現在呢 像我拍這一張的時候呢 也是原來也看到他 那我就很大方說 欸我要給你聽喔 然後他就笑笑笑這樣走過來 然後拍下來 所以你接拍久了以後呢 即使攝影久了 你會發現說其實 我們台灣人 並不是像大家想像說 都不會像這樣拍照 只要你敞開你的心胸 才會很心難接受的 所以他原來只是很嚴肅的 我這個有點這樣 欸我給你聽喔 然後他就趕走過來 然後笑笑就這樣走過來 所以其實我們街拍的時候呢 你放開你的心胸 你怎樣對待他 他就怎樣對待你 下一張 這也是寫那個景 後來我發現 街拍還是剛剛我們班長 還是我們班長講的 還是 即使歲還是以人為主 比較貼切齁 下一張 這當初描述那個地方的景致而已 那這個是用另外的角度 所以這還是隱隱約看到那個 所謂沙龍的那個手法 把相機放得很低 其實 其實 欸對計程攝影 我不知道 還要跟老師學習 是不是有這種表現方式啊 好現在這樣 那這一張當初是要來當成一個標題 就是 這個地方位置就是在黃河南路跟和平溪流交界 那四個女 那個他的樣子 好這個 我蠻喜歡一位外國攝影家 叫布列雙王 然後有點嘗試 嘗試模仿他的手法 我們學習是這種模仿 所以就 印象裡面有 他類似這種 幾何線條 然後人物 這個是我後來 從這張開始 是我後來第三次去那邊 因為我後來 陸陸續續大概去了十幾次 每次去呢 也許只有拍幾張 前面拍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嘛 總是 嗯 每個地方都很好奇 那後來慢慢慢慢就要開始寫 所謂進入那個人 拍人的 然後我就嘗試著 那我記得那時候上課老師講過 你不要只是一直拍外觀拍景拍景 你嘗試去跟他們聊天 所以這第二次我第三次以上 然後過去要跟他們試跟他們聊天 那拍出來呢 就感覺自己呢 心裡的卡式多了 然後就看到他開門 然後我們就 他那邊又回啦 二樓三樓 這個 這個是 我就試著 他們在那邊聊天 喝茶 我就過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問他們是從哪裡來 我從哪裡來 我說我是台中人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 他們有從雲林來的啊 有從嘉義來的啊 然後這裡 這一位是 那邊的林長 然後他就告訴我很多話 這裡的頂部啊 然後我們在那邊一直跟我聊天 拉我下去 跟他們一起泡茶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說 其實你從這個計時攝影 你可以跟當地人多多交談 多多接觸 他其實是蠻可愛的 請下一張 這個是他們整個 你看他們整個滑江社區 這樣一個大回廊 然後上面那個高架那個滑江橋 然後他們一樣 雖然說那個地方環境不是很好 在台北我是認為 算是邊垂地帶 是一個被遺忘的地區 那個地方其實是 不髒 但是是蠻亂的 然後我接觸過好幾個當地的居民 有遠從雲林來 都是比較低階層的 你只要八點鐘一去的時候 你就看一堆的騎火車去上班 那我才去下午五點多 去拍另外 拍夜景 你看他們五六點的時候 他們就看著騎火車進來 他們推著開門出去 還有那個撿垃圾的圍上 剛剛我不是有拍一張嗎 他開始就要把那些解讀拿來 然後那個地方正來一個資源回收的那個店鋪 你會看到很多人這樣進進出出 就在老松波小旁邊那邊 其實那個地方不髒 但是蠻亂蠻雜的 我是認為是一個已經 不像是 甚至比我住在板橋的地方還要更 我不敢說更 只是覺得那地方真的是 不是我們認為很理想的地方 因為他的居民的成員 就是外地來的蠻多的 然後他的收入也許有限 那我們其實更需要去 我們也沒那麼回答 說關心這個地方就好了 然後他們 可是他們一樣懂得怎樣去 找到他們的快樂的方式 所以他們每天早上固定喔 十點九點 我拍到已經知道他們幾點幾分 大概會再來跟他們聚會 他生活方式很固定 他大概十點的時候 九點到十點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堆人就在這個地方 在那邊泡茶聊天 好 停下一張 這是他們的方式 因為住的地方就是二樓 三樓幾乎沒有什麼儲藏空間 所以他們二樓走廊就是走道 也是他的曬衣場 也是他的儲藏室 也是他的廚房 我拍到他們的廚房 就住在走廊那邊 所以你會發現通過原來台北市 還有這樣的地方 好 停下一張 那就是他們 你看他們的電箱是這個樣子 那樓梯上來 上來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台北應該還有大家很 不是像大家想像外地的想像 台北就像東區那樣子高頭大廈 其實台北還有很多很多 看不到的角落就對了 好 請下一張 那 第四次的第五次吧 我去那邊看到那邊有一個廟 那邊還有一個廟 公廟相當相當多 一條街五六個公廟 然後走廊上面 他就擺著他的箱子 很大很大一個箱子 然後時間到鐵門搭下來 然後時間到鐵門搭上 然後還有很多鎮頭的工具 就放在那邊 然後那天正好有一個公廟在那邊做議診 把這個叫什麼 是民俗療法 道療 然後我拍的時候 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不然的話他們會這樣 我一開始下去拿起來 我們都是面鬥微笑這樣拍 比較不會被人拒絕 就有一位主持 就過來說 請問你一個單位 我喜歡照相 他就講說 我今天到料好像 不太希望讓人知道 所以盡量不要拍的意思 我說沒有 我只是紀錄影像而已 他就讓我拍 因為他是認為 這個是不合法的表 我不太清楚 所以一拿相機起來 他就過來 可是我剛剛表演我來以後 他就隨便讓我拍 所以我剛才是強調那一句話 即使攝影跟街拍 你還是要很誠懇的 不要用那種發展音樂拖拍 走過去 兩掉了 像我上的攝影 你只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對待他們 應該應該是怎樣 態度會回歸給你 請下一張 這也是 就是他的宮廟在那邊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 屬於我們台灣值得紀錄 不管他是正向的 或是負向的 我想都值得我們紀錄下來 他們在那邊做一些做法 我就把他記錄下來 下一場 這我就講到說 我剛不是提到說 他顧慮時間 我都知道他集累請問會 在那邊聚會 你看大氣一早 你看喔 他就看到 婆婆上坐在那裡 然後慢慢集累請問 哪一個人會一直過來 他就聚一堆這樣子 好 先下一場 這是那邊有一些傳統行業 做那個噴 這個叫噴 噴沙的房間 好 我剛 那 這也是 這是另外一個禮 他是一條兩個 網路隔整四個禮 剛那裡 一堆人聊天是一個禮 對面又有個禮 又一堆人 他們上去聊天 然後走了以後 其實他 我看他也大概也沒什麼事情做 就在那邊待坐一天 你看我從早上9點多拍拍拍到中午 還坐在那裡 就一個人坐在那裡 所以其實 台灣人也是面臨這個問題 年輕人出去外面 賺錢找工作 那老年人他真的沒地方去 就坐在那裡 然後看著人這樣 人來人忙 然後我有聊聊天而已 好 請下一場 好 你看 我想可以坐一個早上三個小時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所以也許 十年後 我也可能坐在那邊 好 下一張 可是你又看到他們的經歸 坐在那邊 可是路過的話他就會打招呼 然後這樣 看到另外一面可愛的一面 好 下一張 好 我剛剛提到就是這一張 就是我一開始的態度就是 只是拍拍拍 然後互動不會那麼多 慢慢慢慢你去的 次數多了以後呢 自己呢 真的喜歡上這個地方 喜歡這個主題 我主動就會找這邊的 所謂的士生啊 對這裡比較了解 他是屬於這裡當地人 跟他聊很多 聊很多 然後呢你看 然後一般我們 我們一般民眾不太讓人家拍照 你說我給他拍照 他說不喜歡讓你拍 你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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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沒關係 你去嗎 因為你已經敞開你的心中 跟他講明你的來意 然後他也知道你沒有惡意 所以他就很大方就讓你拍 然後我就覺得 你看他翹了腳 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就這種姿態一直跟我聊天 一直聊天 說這個地方以後 希望能改建啊 然後什麼 他說這個地方 都跟我見到這裡 是高御數時代就規劃的 然後我們蓋了 講了他整個歷史原有 你發現喔 從事之後 即使這裡的時候 你跟當地民眾深入接觸以後呢 不但了解這邊的地形地貌 還知道這個整個歷史 還有他們的希望 他們也希望說 他以後如果不跟改建的話 可以蓋到了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不是我們能探討的 可是你知道 原來他們也有他們的希望 好 那這個地方我剛剛就講的很特殊 也是他們的廚房 甚至也是他們的曬衣場 所有的走道啊 你家搭公車經過 尤其這種好天氣 整個那個走道上面 全部都是 這是棉被 對喔 我就聽到說 那邊很多是我們的自由回收 你就看到不是只有這一位 有好幾位好幾位 男生女生都有喔 他們就到處去撿一些 一些自由回收的東西 在那個街道 所以還是想讓他去 接觸以後才知道 喔原來是這樣的歷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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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 還沒講可以嗎 大家好 我是王立婷 我在還沒有上課之前 其實到處錄台 那我可能也以為是 很會攝影的人 應該就是 就是那個相機 都是那種大炮型 一直打不開 那種單眼相機 應該或者 或者技巧神好 那一直到 遇到老師 遇到 遇到 就是上課之後 才 才比較 老師給我們一些 一些觀念 是比較不一定的 就是 其實 其實攝影只是 你的角度 還有 還有就是 你的 你在拍之前 有什麼想法 這樣子 那 因為我是樹人 所以 所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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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素人化 如果 如果 編排 就編排的很 撇角 那請大家就 包含 我的 我的主題是 拍大禮街的 摩托 那 因為我其實 我其實是拍了很多 很多地方 因為 像他們 他們都是只上過一期兩集 他們就 他們就 作品 那我是上了三四期之後 才 比較有感覺 這樣子 我在拍很多地方之後 就 拍 就有一天 就跑到大禮街去拍 欸 就拍一拍 就覺得 模特兒 每一個人 每一個模特兒 臉上的表情都不一樣 然後 就覺得他們 也很像你們一樣 都弱遊說思 這樣子 所以我就 就慢慢 就對這個 比較有興趣 那 嗯 下一次 你們就先看 那是以前 這是我以前拍的 就是到處亂拍 這個連續 拍一些風景 其實 在 其實 其實我旅遊的時候 我相機裡面裝的 大概 大家都不是我 我個人的到此一遊的照片 大概就是到處亂拍拍點 大部分都是 別人 這樣子 那我在這個之前 我有拍過 很多種 很多的 有一些主題 那這些主題 大概 沒有辦法是 集結成一個 一個作品 那 不過 讓大家看一下 我以前 我剛開始拍的時候 是怎麼樣 拍的 不怎麼 這麼好的 照片 像這個是 青山宮 好 再 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再下 好 最後 拍 我也去拍了一些 拍了四廟 再往下 再往下 這是 青山宮的廟會 這是青山宮的廟會 這是青山宮的廟會 再往下 這是青山宮的廟會 再往下 再往下 這張 這張是龍善絲 然後再往下 這是前幾題的 有一些同學 不過他們都已經 變成靠邊了 再來 這個是 拍了一些街景 這是在一個 一個 旅館裡面 古山野 古山野 對 好 先一張 這是古山野 再寫 然後 這是老松伯祥的門口 再下一張 這是老松伯祥的圍牆 下一張 這個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地方 剝皮 好 再下一張 好 我也去拍了 市場 夜市 這種 這種 場景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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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一個男士 就是他 通話給你 那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偷拍 但是我後來有覺得 如果我要再公開 公開的場 這樣 如果展出的話 是不是 應該要讓他知道一下 然後我就去 跑去跟他說 我剛剛有拍了一張照片 你可以 你可以讓我拍嗎 這樣 他說沒有問題啊 我也沒有做壞事啊 我只是天氣熱 所以 其實我們是 維持了一個真誠的心 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故意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些都是我 集結在 在那個 展出的那個 作品裡面 再下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是 他是 他是一對婆媳 那 這個阿嬤就 很好玩 就在那邊示意 有點羞 羞涩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在旁邊 在被他拍的時候 他有點害羞 但是他沒有拒絕 那我是覺得說 就是說這種 這樣也是很 很 溫馨啊 很 很讓人感動的一個 場景 就是 兒子媳婦帶著 帶著媽媽去 也蠻好的 也蠻好的 然後這就是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四位 剛剛講 剛剛看他們的作品 有一個蠻 看 包括你們在介紹他們的作品 我覺得 都有一個地方蠻有趣的 因為如果是一般的 可能別的攝影的人 會強調 每一張的構圖 然後 或者光線 你的光圈怎麼設定 然後你要什麼樣的景色 可是好像剛剛四位在講的時候 比較多的是 談到不是這些 而談在每個照片背後的故事 然後或者是跟 跟影像中的場景 或那些人的一些關係 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是一個蠻 蠻不一樣的 這個是三台老師的要求 真的嗎 真的嗎 就是給老師看到 一張那個 老師我的漏氣像 你們講 一張照片 我覺得很不錯 我忘了哪一張 是上一期 結果老師 第一叫做 那你聽不懂 這個剛好蠻公平的 剛好蠻公平的 我想這是計時攝影 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後來才慢慢轉變 成說 以前拖開人家 那其實是 不太 側面跟 還好 正面的話 應該確實要 要 所以我現在已經講 這個習慣 就要說是 因為瞬間很重要 捕捉到了 有時候你看說 我拍到這張 你覺得可以嗎 同意了 我們再留下來 不同意就當場 當場上給他看 我想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態度 還有現在很少裁切 當初抓到的那樣的情形 就留下來 不太去裁切他 老師拍誰來的 其實我並沒有 沒有特別去給他們 一個所謂的指導方針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 為什麼要 需要這樣子 因為 如果一旦指導方針 就是在走我的影子 那一旦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成為 第二個血三派 但是他們永遠是在我背後 我希望他們是超前在我之前 所以我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 他們 我們這幾個可愛的朋友 他們都不是用 不是以攝影來當作他身材風具 所以他們拿著相機 是跟他自己對話 也就是說 我常跟他們講 就是說 我常套用蘿蔔卡帕 就是一個戰地攝影師 所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好 就是你泡我不夠近 那當然我們不是在戰場 搞不好在戰場又要被砍頭 就是說 基本上你要拍任何一個人 或任何一件事 或任何一個專題 你基本上是要對那個事情 產生興趣 然後進行了解 做一些名言調 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執行兩百分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做 這一部分的一個進行了解 你根本拍不出他的精髓 這個講起來是比較嚴肅的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我要求他們 常常可以拍到好照片 我也不會要求我自己 每一張都是好照片 我告訴各位 我這一輩子 如果能夠拍到一張好照片 我就很高興 但是總之 就是說 總之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常給他們一些觀念 就是說 先求一我再求好 那你怎麼去 你不要去要求到 你每一張照片都拍得很好 或者是說 你這個專題要拍得非常好 就是說 你對這個事情的了解夠不夠 你在過程 執行拍攝的過程 有沒有交到朋友 有沒有跟你長到一些知識 這個就是 我坦白講 我按卡 我一直沒有跟他們講 就是說 其實我的目的是 讓他們去對這一塊土地 產生了解 是用相機去了解 他們拍得很好 幫我屁事 他們拍得越好 我越沒有工作 當然這個 講一講的時候 就隨便說說 基本上 我希望就是 拿到相機 就是你怎麼去 去跟你的 你周邊的生活 社區文化 土地 怎麼去對話 怎麼去讓它產生一張 你覺得值得 排練 或者是說 有溫度的照片 他的照片 就是你心目中的好照片 剛剛有人在提 那是什麼是好照片 其實 你心目中 有人記得 這位人記得有一張照片 那一張就是好照片 老師要請問一下 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不會給學生這個明確的方分 但是 像他們在拍照的時候 你有沒有用一些基本要求 或是你覺得有一些原則 他們要遵守 我有原則嗎 沒有原則 你最沒有原則 我真的沒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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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跟各位講就是說 其實 有啦 沒有叫照片 不能來上課 有啦 有啦 你先問老師說 這張怎麼樣 那張怎樣 都不錯 對啊 沒錯 所以我就是沒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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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麼講 他們加入交照片 也不關我的事 他們拍不拍照 也不關我的事 那如果 後來 他們慢慢慢慢慢慢 對那個事物產生的興趣 開始拿著相機去對話的時候 欸 他們 他們回來都很高興說 老師我今天要買到什麼東西了 老師我今天要買到什麼 他都很高興 不是拍到照片喔 不是拍到美食 不是拍到美食的 然後 我們這一班 我們這一班 其實大多數都不是在討論攝影 大多數都在討論美食 哪裡好玩 哪裡好吃 其實這也是一種 建構在這個攝影的最基本的精神 所以我說 攝影拍照 不要這麼嚴肅 其實放鬆心情 面對他 放鬆心情去 彩色 去拍攝影照片 那當然 這一些人拍照片 不代表我的立場 那我也常跟他們講 就是說 其實你們 剛剛有談到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記者什麼 什麼什麼中間什麼新聞 好 其實 一個報社的立場 本來就是 一個報社的記者 本來就是貫徹 報社的思想中心 那 你要不要在那裡 為那一家媒體服務 那是因為你為了複動力折腰嗎 那基本上 當你尋求到一個屬於你想要的媒體的時候 或者 當一個記者在拍攝他的新聞照片的時候 沒有所謂的客觀 沒有所謂的客觀 那所謂的客觀就是說 用你的 基本上在執行過程之中 都是用你的主觀意識 然後 用 就是你可以採集最多的一個 去說服你的一個主觀意識 產生出來之後 所以 所以 本來就是 相比就是這主觀的 對 那主觀 來 請問 請問幾位 你們上了老師課的 一些感想 特別是 這位大哥 往前還是學過這種 比較沙龍的攝影 那你覺得說 這個 跟老師 跟老師學 跟其他的 你們在一起在學這種 比較 強調一些攝影技術的 我想 以前 其實 大概去過 有參加所謂的攝影拍的話 一定會這樣子 跟排定 今天 去哪個地方拍 然後呢 甚至會 請 模特 然後還有呢 有人比較 所謂認真的老師 會在前面拍一張給你看 其他大家跟著拍 然後呢 大家在後面拍對 我真的也做過這種事 然後甚至可以對 各位講 你外面看到的影像 然後你看到那個 光芒師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所謂一些曙光 然後底下有那個 煙霧這樣很漂亮 我坦白跟你講 怎麼出來 你知道嗎 現在攝影 外面的攝影 現在好像賣煙餅 他就有人在那邊點煙 煙霧迷漫 然後太陽一照 就是那麼漂亮 然後 其實 然後 你這樣想 其實我後來 為什麼會迷上 這個所謂的這個 計程攝影 你就這樣想 一個光最亮的地方 怎麼會那個人 會那麼無聊 那麼熱 故要走過那個光亮的地方 其實那是攀台的人 這條路 這也是陰影 這也是亮光 這陰影 你會走陰影 還是走亮光的地方 陰影 比較不會熱 可是他拍這個作品 怎麼人都走亮的地方 因為它是亮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已經講 所以我剛剛才講 所謂的寫真 那都已經沒有那個真 其實每一張都是 什麼一個框框裡面 忽然間有個影子 那麼黑在那邊 其實那跟謝老師以後發現說 剛剛的時候 除了我想起來的 我第一張很興奮給他 看照片拍街友 他馬上給我訓示說 人在睡在那裡 再來給他看照片拍照 他講 我想他應該還存疑說 你這是安排的機會 所以他要求的是 要成真實的 就算你在那邊等 等兩天拍到那一張 比 那個影像 約洗冰影 叫一個人走過去的影像 還要差 可是我覺得 你現在等兩天拍到 那張是人真正的 你沒有任何安排走過去的 會比叫人家安排走過去 要來的真實 計時攝影 應該就是要做這種機制 我看你們剛剛在介紹的照片 像你們拍攝的地方 你們都去過好幾次 那你們是怎麼樣決定 你怎麼選擇一個景 或者是說一個地方 你覺得要拍這個景 一開始都跟他一樣 好很多地方 其實就跟王立平一樣 那一開始我們到處 拍什麼青山宮 祖師廟 然後三四 然後有赤廠 那種 那青草藥 祖師廠 青草下 是不是 那他都會跑 然後跑一跑 就靠 等到你決定要做主題的時候 大概 你就會去你的照片 所以其實上了這個課 一個是他對攝影比較有概念 一個是真的對我們講比較清楚 所以我想是開課程的一個重要目的 透過攝影跟當地有比較多的關係跟人間 那我們的 我們最後 會有一段時間 大概 二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是留給現場的 可能 如果你們有一些問題 想要請教 他們的話 但是三哈老師 或者是剛剛分享的四位 這個區域 那剛剛看的這些影像 或者你們自己在拍照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提出來 請教的 還是說 有一些自己的感想要發生 蠻感謝就是各位分享了蠻精彩的照片 跟這個 你們拍照的這個 這個過程 那我 我比較好奇 我自己其實 我以前也想要學睡 結果買了相機以後 就公開那杯酒 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 結果摸過一些錢 那我蠻好奇 就是好像在人文遮影這裡 畫的 似乎 嗯 像 剛才你們之前想的 當拍照的時候 你們選的主題 都是 像 青山宮啊 然後 市場啊 傳統市場啊 東山市啊 好像從來不會有人 想說 這個人文遮影 我把它看來比方說 D01大樓 像這樣的一個 比較現代化的一個背景 但是 這個 其實這個 有一個 嗯 後面的一個 基本的想法 認為說 這個比較現代化的東西 其實它背後的人文的東西 其實是很情報的 其實沒有一個拍照 或人 被畫的一個空間 去 去表現 就是有這樣 我 我只是一個想想 謝謝 謝謝 哪位要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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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過還有兩張 兩張,我老是看著,我應該去兩張 然後搭車搭三零七,我現在到捷運要搭三零七 一下車到捷運站之間,也許走路那段過程只有五分鐘 也可以拍五六張 反正就已經養成那種習慣,看到什麼就拍什麼 我想把攝影融入你的生活 這樣就是現在他們的態度 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師之前在課程上沒有說過 就是其實我們按下快門那一剎那 就是他這一刻都已經會怎麼過去了 那這張照片它有可能就是未來的一個歷史 所以其實我記得在課程裡面,就是老師有提到 就是也許,為什麼我不拍那個現代話 就是其實某個時候,其實這個人的觀牌都已經想說 老師有記得提醒你,你記錄的這個東西 它也許將來它會是一個消失的產業 或者是,也許有一天滑江社區參要 或者是,像在水間市場,我們拍的是東邊 它其實西邊已經在幹龍甲公園的時候 有經歷過一次的拆遷 那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曾經很熟悉的這個市場 它可能在幾年後,它會被凸根 它會被拆掉 那這些照片,它有可能就是 在我的概念裡頭 拍照本來就是 你要去紀錄 或者說用你的 用你個人的所謂的一向思考 去產生的一組你想要表達的一個 所謂主觀的照片 那當這個過程之中 我告訴學員們一個比較取巧的方式 就是說你去思考 你曾經有過什麼樣的生活經驗 你的成長背景是怎樣 你可以去嘗試著用你的相機去記錄你的個人 就是所謂的即時攝影 就是記自己的實物 那為什麼你要選擇 你或許可以選擇一個即將消失的文化 或者是建築 或者是說一種生活習慣 也就是說你們在這個拍攝過程之中 這些東西很容易可能會產生一些變更 就拿我們現在最夯的一個叫烏根 那華光社區 如果你沒有去拍過它 你根本不曉得華光社區以前是長怎樣 你也不曉得什麼叫做建築文化 其實華光社區之前最大的就是中正紀錄堂 那一個也是非常超級大的一個運文化 但是我們在座我們有那樣的記憶嗎 好像也沒有 沒有為什麼 就是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幫助你做這些記憶的搜尋 好最近也在討論 14號15號公園 不是說上面 魂墓上面 住了一群人 不是最近在討論 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一兵要蓋成國民住宅 這個問題 那你回歐來要去看 你要去看這個事件 或是說 看那一個真正的地景地貌 包括人文特質 就是你只能用照片來做一些串連的搜尋 但是假設沒有 你就是完全沒有記憶的連結 所以我這個就是告訴他們 你們用這樣一個思考模式去採 去執行一個拍照的方式 那至於說 新的文化新的科技 其實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拍 不見得是不能拍 其實iPhone 其實iPad 現在是很多 那你們去思考 iPhone、iPad 怎麼去採討一下 其實還是有 那當然 曾經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啊那個三大老師 你們活在一個最好的年代 你們那個年代 什麼民族社會運動 每天都有 所以你們看到照片 每天都在抗爭 每天都有流血世界 每天都在 我說 那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有逼不得已的年代 因為我們曾經被進步 我們又有衝撞 之後才產生民主 那最後呢 你們面對的是什麼 你們面對的是太陽花 還有很多很多 其實某種不同的年代 就有某種不同 可以幾乎回鄉 這是我的問題 也是我的見解 謝謝 來 下一個問題 請教一下 謝謝 你所了解的 就是這個 涉及到這個肖像權 這件事情 在台灣是什麼情況 然後 你所知道的 台灣之外的地方 對這個肖像權 因為一個攝影者 在捕捉一個時代的 湯明的那種瞬間的感受 並做成幾乎這件事情 其實那才是真的的價值 但是這個價值 在面對所謂的肖像權這件事情 然後你在這裡 可以描述一下 有所謂的 攝影者 擁有多少的權利 但是社會上 給予多少的責任 甚至於所謂 涉及到 法律的限制 那是 實際上 關係到什麼 很多人的了解 謝謝 謝謝 這不是你的問題 我們照相的時候 跟這種被設者之間 第一 我書面的部分 第二 我不是一個華麗心 所以我 我簡單的回覆 這位朋友 其實 這個部分 我真的 在華麗的部分 我不是這麼清楚 但是 我覺得 我一個很簡單的說 在台灣裡頭 我想再做 某人 都不太輕易 去主張你的肖像權 不要說 主張你的肖像權 就連主張你的 所謂的 智慧肖像權 都很難 尤其是我們失望 所以我就 失望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尊重你的被設者 彼此 互相尊重 這就是一種肖像 一種所謂肖像權的尊重 我今天是有一種尊重 至於法律上這部分 我沒辦法解釋 因為 台灣的國情 台灣的法律 台灣的司法 種種等等 個人的經驗 是不是 有碰到這樣子 唉 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 好像在說 習立寧 行律寧 好像有又好像 不好意思 真的不知道 不好意思 這是有經驗 當然 這跟那些 所謂肖像 其實 講阿伯 就是說 如果我在我家的窗台裡面 我脫光光在那裡跳舞 如果你從窗外 往內拍 這就是侵犯我的肖像權 這就是 在我的私靈域裡頭 你拍攝我私靈域的一些照片 這就是侵犯的肖像權 那我在公靈域我怎麼表演 我怎麼去跳舞 你拍我 其實 這個 在公靈域是很難 去主張這樣的小小情形 我在街頭上抗議 你不想讓人家拍 你就 你就 蒙著 你又戴口罩 要不然你就是 戴個面具 當然這個 這個也難 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 其實 最重要 就是在公共場 在公靈域 是沒有消量器 是沒有消量器 你可以 你可以 被設者可以 要求 不要整個focus在他身上 但是我可以 因為畢竟 整個公靈域街道上 就是一個人生大舞台 每個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言言 所以很難去 氣氛什麼叫不消 這一點我坦白講我真的不捨 沒辦法 我想這是比較專業的法律問題 如果在座對法律有研究我再請他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一個攝影者要記錄出 因為他本身自己有感 而且要讓別人有感覺 在這樣子的掌握 就像小老師講的 我有一個攝影器材 我有一個式子 我就可以做出我要列曲的東西 那我現在只要大家了解 在這個攝影的過程中 因為有所謂肖像權這件事情 那我們本身要 就是說 治療到什麼程度 就這樣子的一個掌握 讓你能夠沒有很後續的佈計一下 真的是列曲 一定很感動的畫面 變成了很久這樣子 我的目的就是說 因為這身體到一個就是說 我要按下這個畫面 其實也是一個條件 那這樣子的約束力 如果說可以避開的話 我相信攝影者更容易去列曲 它有感覺 而且可以讓人有感覺的東西 我會 除外也是在這邊 非常好 謝謝 我想剛剛老師跟他的學生 也都有大概講他們的一些方式 比方說 在拍攝的過程 不會讓對方知道 我要拍攝你 然後會讓對方 甚至會讓對方看過這樣的一個 某個程度上會實證 某個程度上 因為我就說 當你的被攝影者 他的 本身的 自無意識狀態下的活動 跟你跟他講說 我要去做你的紀錄 這個 以我個人的經驗 所以你是主張要偷拍是不是 不是 就是 當你拍了之後 你要不要到處在 剛剛也有一些人提到說 當如果說 他 被取之後 去 去 面對他 他 這個 不願意 你去做後續的成績的時候 你把它削毀掉 但是在這個削毀掉裡面 當然兩邊都是尊重他 但是相對的也就是 一個 可能會變成 影響 以後人的 觸動人心的那一塊 就是殺死掉 因為 以我個人做 攝影的概念裡面 就是說 我們會想要去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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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點 停留下來 讓更多人有所感受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這 這個 在我個人 學建築的 攝影經驗裡面 告訴我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完全掌握一個東西 對 後來的人 沒有在現場的人 沒有感受 那你可以去影響這個社會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有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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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本來的 你好 我覺得 一個問題是 像以前講到 三十六章 那個世代 現在蘇維的時代 我覺得應該也是說 是不是說 是 你 聖影的態度上面 是不是比到有紀律 因為只有有限的三十六章、三十四章的時候 你要拍照的時候是不能浪費的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弱勢 所以現在拍照的那個勾服上面是這種的 心態是否有什麼很大的揮頭來看 是不是有很大的心態來講是有很大的改變 這個小問題 是我嗎? 我想這個也可以回答 你們在拍照書位可以壓力或有記憶 其實我現在是目前還有在拍底片 而且是六成六 按一張就是三十塊 不只齁 現在我在一直長這樣從一卷七十九 所以我起了才還沒算 一百二現在已經一卷 那跟柯達那個四百度那個 現在好像一百七一卷 只有十二張而已 所以剛剛最近提到這個問題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我滿相信你不會去考慮他那個連拍的快賣 呵呵呵呵呵呵 因為那按下去十二張一下就不見了 所以我是認為一直很崇拜那個 故隸從那一句話 決定性的瞬間 沒有抓到算了現在是在 連拍戲只是讓你 其實連拍戲真正開過你也知道 你按下去那一當下 不見得是最精彩的那一當下 他尤其是在你兩個的中間那時候出現 所以 攝影最迷人就是 等待 然後 最好的那一刻被抓到了 那就是 像我今天正來有個 展場結束 我其中有一張就是那個釣魚 就是那當下被我抓到了 那你可以快樂好幾個月真的是 然後我比較喜歡 不要連拍 就是一張你就決定生死 那回到剛剛那些的問題 你在拍影片會不會心態上比較有 比較嚴肅比較有激勵 然後拍數位比較有隨性 坦白講會 但是拍數位的時候也是 很慎重去等那個 比方說這樣等好 我這個地方需要有一個人點擊出現 對不對 你不會說開連拍戲 啊這樣子隨便 你等了等了等了出來 然後 他正好腳步最開的時候 前面的連行體驗機碼你按下去 他把我走到那裡 剛才卡不到最多 那當然這個就是要 多一些失敗經驗 只是以前體驗會拉到很多錢 現在體驗就把一斤也刪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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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拍報仇嗎 謝謝 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看到的照片有些彩色 有些內容 所以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 就是你們是哪一些照片想要用彩色 哪一些是黑白 那你們覺得黑白照片有什麼樣力量 或什麼是想要把它用很黑白的來傳達 這個真的是好問題 但是我已經對話過N4 但是我從來打不出來 真的我打不出來 我坦白跟各位講我真的打不出來 但是我不曉得 你基本上 基本上 因為數位相機 現在拍數位相機 其實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 本來以前在底片機的時候 你最起碼還有一個基本能看 你必須要會裝填底片 你必須要知道什麼叫側光 你必須要什麼叫標準曝光 你必須要怎麼把底片撿回來 你必須要熟悉一下暗房的過程 那當然 當然 就是說 那是題外話啦 就是說 當然你在拍照的 以前你在拍照 你準備的底片 假設是400度 你從頭到尾都在執行400度的 各個聽到的感光度嗎 一點點 那400度就是執行400度 所以拍攝下來都是 調性都很一致 但是現在數位相機 它是一個所謂的 那個感光度從100到3200 隨機挑選 點到game 點到game 所以 所以它拍出來的東西 有可能是質感非常好 有可能是顆粒非常粗糙 所以在編排過程之中 色彩就會有一些有些落差 所以我才主張說 如果假設換成黑板 會不會比較好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假設就一個 所以它是人文美邪的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說 可能你氣到一些色彩 你可以多看 多 比較多的教典會在人的表情跟肢體顏色上 這個是可以思考的 所以我 我還是違背到 我剛剛跟你講的第一句話 這個答案 我沒辦法打 這我打不出來 這我打不出來 我打不出來 這我打不出來 你看 我可以回答 OK 謝謝 幫我轉了 真的 我是 我就是在畫圖裡面 所以我現在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畫的就是 剛才找到黑白 所以黑白要轉到彩色的時候會有很多 你要開始學很多黑色的畫面 但是你在畫彩色的東西 在回過頭來 用黑白的方式去思考的時候 你會發現 黑白的方式處理的不是光跟地 對不對 然後跟對比 所有朋友對比 任何就是你在一個畫面裡面 你必須要處理所有東西都對比 那你要搶陷子 你就要非常非常清楚 那你黑白的東西 你想像一下 如果有人用過Prosion 你在黑白的圖紙上面 貼上一個色彩 色彩的圖紙 那你是不是可以丟 任何人塞上去 那基本上 那個黑白的底子 還是不用動 但是色彩會給你很多的感覺 但是那個底子 還可以發現 那個對比 給你的構圖的強烈 對你的衝擊 是比顏色還要強大 也就是說 顏色只是每個人喜不喜歡的問題 就說我要喜歡這個配色 但是那個畫面的對比性跟整個空間 就是假設我要想到什麼 那就是人跟空間的環境 那你要想到這個神的話 這個人跟空間色彩 就是你把彩色照片轉成黑白的狀態下 那個對比感要夠強 才能夠呈現你要表達主題 所以它的整個構圖的概念上 是以黑白為基礎 再加上彩色的情感 去強化出整張照片的感覺 所以說你回到黑白的時候 你只要等於是你要用黑白的方式去強調整個構圖 然後與你要強調的東西 你要空間讓你就是用黑白的方式 光影 然後以及顏色的最基礎的色調就是 把顏色全部換成黑白 要重或輕 去強調出你想要的東西 以後才是色彩給你的感覺 這是我畫族的人 就是我東西譬如說我換換畫 然後一堆顏色 然後我就把它轉成黑白 然後就看一下這個對比好不好 然後我再把他黑白裡面的 對比稍微調整一下下 然後我再轉紫色 對 所以 所以呢 我畫族 就我自己畫族來講 這一點 謝謝 謝謝 因為我現在 但是你跟參加老師 談論過嗎 因為我每次都跟他講 我是拍落檔 那我知道 落檔 而且我都把它調成 黑白 那如果需要彩色的時候 再進去把它轉成彩色 那我這樣的目的只是只有一個 因為 其實在彩色拍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舉個例子 紅跟綠其實 拍起來感覺很強烈對不對 可是你在黑白看起來 兩個人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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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階啊 是在同一階 更分不出來 所以我是訓練我自己 就是 用黑白眼光去看 拍出來 不錯的話 彩色絕對沒問題 這是純粹技術來 技術性上來講 可是如果從 故事性來講 我個人認為 彩色照片 那個彩色色彩 會干擾你的情感 所以 拍這種人文的話 像我爸爸用那個 變成那種 從來不裝彩色的 因為你真正的故事性 要呈現那個影像 不是說黑白比較專業 是 不會被人的色彩干擾到 就是那個故事 就是用黑白主腿呈現出來 影像其實只是 其實你看一張照片 那個彩色很繽紛 那個夕陽啊 天空很藍 夕陽很紅 那都是說實在 干擾你的情緒 然後只是加上你的觀念而已 真正的情感放不進去 我是認為我個人認為 黑白才是能夠表現你的情感 謝謝 謝謝 來 把握時間了 來 朋友 後面是 再跟你講 就是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本來預期 可能我想到 可能會拍很多遊民啊 或是辦法到舊社區街區的那種感覺 不過後來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 因為即使攝影 就是大家都是 對某個地方有特別的感覺 然後所以 就帶著那個感覺 然後那個照片 讓照片說話 那我自己也很為困一些 就是 因為有些人的作品 是讓我看了我也有感覺 那 可能 那個看了有感覺 也是一個好作品的指標 那個人看了之後 觀眾朋友會想這樣 那我想要回饋 第一個是關於 那個龍山寺 有一個辣妹下去 解那個 瓦龜的 那 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我就在回想 我去龍山寺一次 那 的確我也是一個 應該是無神論者 我總是去龍山寺那一次了 那個時候是 要當老師之前 對 因為未來非常的迷惘 然後迷惘到你覺得很多力量是 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會對於那個大環境有種悲觀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說 那去 因為你無法掌握事情太多了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回憶一下好了 然後 剛好我就在看這個照片的時候 你又問了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 寺院裡面 寺廟裡面那麼多年輕人 我想說 這照片真的太棒了 我不需要轉配給我其他朋友 就是跟他們講說 說定我們在某個那個 迷惘的時候 我們都會走過去 會不會是我們這個世代 大家共同的經驗 就是我們有這樣子的 就變成是我們 一個很特別的特徵 就很七里或八里 年代的 七年級跟八年級的學生 會想去調整 然後去龍山四個舉手 因為他們說定很多 所以每個人都有 然後第二個是 關於那個大各拍的 華江社區 其實你沒有講最後 後面那一段話 我在看的時候 我說哇 我們應該全台北市 都跟到 都跟成那樣子 就是老人都可以出來 然後大家都有朋友 可以聊天 然後老了之後 那個 在家裡 一個人做 那個是什麼 採踏機復健 多可憐 如果一個長廊 然後繞一圈 出品堂會都已經 這樣打完招呼 回到遠點多好 結果你不會說 都跟了 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就是 透過你的那個鏡頭 我馬上繞了一圈 那個住宅 然後我以前是 遠遠的看 遠遠看 我真的也覺得 那個是一個很窮的社區 就是好像這樣 衣服窮都亮出來 可是 雖然你鑽 你還是覺得 那個地方很亂 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的鏡頭好美好 讓我覺得 我也很老了 要去撐 那是台灣 台灣那個 所謂的 Snavo 台北部 跟那個 一個 一個 先期的一個 好 前面剛剛這裡也有 各位 我那個拍照 我都喜歡用 比較少人去思考 問題 形象 我這樣說 最近用那個 該用比較長 底片拍照的時候 就會比較想 一些 那個 從以前看到現在 那個 從底片 或者數位化那個 過程 也有些本家在收集一些 比較特別的像 從相機的感覺 跟他的年代 跟他那時候 那個 很進去感覺 最近有種感覺 就是 我們現在拍照 很多時候都沒有溫度 沒有感覺 就是常常說 我喜歡就拍 可是他都 很沒有目的地去拍 像很多展覽也是 那個 常常經以前是 我們為那個商品 而去拍那個商品 而現在 可是我們現在幾乎是 幾乎那個 什麼時候那個時候 那個 那個商品的展覽 從時候變成是 模特兒是 除酒 還有商品是配酒 而之後是商業性質的話 現在有那個廠商有沒有需求 我可以理解 可是現在 有非商業性質的 類似的活動 變成現在 類似有興趣性的活動 也變成跟商業性質差不多 變成說 大家只能想去拍照 我是想拍帥哥 我是根本那個時候 但主角根本出不出 什麼感覺 就問他也不知道 一回事 可是大家披免 叫我一起來去拍他 因為我最近那個 現場那裡 都看到一個 有一個作品 我覺得後來反而 被人家很多人忙 所以我後來 發現那種感覺 像很多人拍攝影師 那種天氣的想法 所以他就是 在嘲諷他 他就會一直去 去轉接 EGTV這個人 說這個人 那個 怎樣怎樣 阿哥說他怎麼這樣拍 所以大家開始想說 要用那個角度去拍照 之後反而那個 大家反而 沒有去任何角度去想 然後用那個角度去想 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這樣可以這樣拍照 然後我因為那樣 照片有一點隱私性的問題 所以大家變成 就有點隱形 可是我後來就 那張照片 大家去反思的問題 可是照片沒有去反思那個問題 就是影像斑那樣 可是卻 常常認為 那個好看 我只是認為那個東西好看 可是你為什麼 認為那個東西好看 是 他的身材好看嗎 還是臉帶好看 可是他 他出那個角度好看 很多人說 我問一百多個人 幾乎有九成 都受不出一個感覺 他認為我就是熟 就是我就是想 我就覺得他很 在跟網路一樣 我就是 他在跟藝人一樣 他胸部比較大 他身材比較多 就這樣 現在的攝影 你跟非商業性質 你興趣的 那個 很像攝影的東西走到 已經開始跟商業性質很累 會導悶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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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種問題的話 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 因為 想了很多感想 所以突然 最後 你 這樣找到他 可以想要練一下 時間棒 所以 所以 麻煩應該 現在結束 好 那我簡單的回覆 剛剛幾個朋友的問題 應該是這麼說 當我知道的問題 當我知道熟悉的議題 我才會去拍攝 因為 我是非專業 不是業營 所以 我只選擇 我能夠拍到的 我能夠順利 取得的照片 我才會去拍 好 我應該是這麼說 當我是記者的時候 當我曾經是一個專業攝影的時候 有人在問我說 你怎麼不想去拍 原住民議題 你怎麼不去拍 街友 我很簡單的告訴 回答他 這兩個問題 裡頭 真的有很多問題 但是 我不屬於其中一個人 我不屬於有名 我也不屬於原住民 所以我不敢去 輕易去碰這樣的議題 所以我到後來 我才在大龍東那裡 在大道城那裡 我特別為一些街友開設的一個叫做街友攝影班 我希望藉著街友去拍他們的街友 去拍街友 從他們的觀點去看他們的朋友 所以 這樣子產生出來的照片 或者是他們 拍了一些 一些昆蟲 拍了一些畫 就是公園裡頭的花花草草 或者是說拍街友的 居住的環境 我從裡頭感受到他們 對於街友所謂的 其他的心情 或者是說他們生活的模式 所以我就說 我應該跟大家一起分享 當你要拍攝的議題 你要先思考你的拍攝的能力 我覺得不要太過於先強或勉強去 去拍攝一些你自己以為懂 然後拍了一些你主觀意識的影像 可能會傷害到對話 這是我用的觀念 所以時間到就時間到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今天要先來講 最後 其實這裡還是有幾位 專業的這種攝影工作者 沒有時間讓大家創作欲 其實像今天剛來的時候 我在跟莎老師在搭上聊天 老師講一些話 我覺得蠻有感觸 即便是商業攝影 也是可以派對在那個公園的街上 我想可是那個鄭文貞人怎麼來 鄭文貞人絕對不是套技刷 他需要的是很多的這種 美感的涵養 然後美學的涵養 這涵養其實就要從 對事物的接觸跟理解開始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學員的作品 都很明顯的表達 這個訓練的過程 他們在拍攝影像的時候 其實是在建立在一個長時間 跟他拍攝影像的這種理解 跟這種關係的建立 我想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分享 帶給我們最大的一些期望 那因為時間的意思 我們必須要結束在這個地方 那歡迎等一下 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那可以留下來 然後繼續有後續的一些討論 那謝謝今天各位的參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